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验的做就业媒合的 是职业训练局的主任秘书赖树立赖主任秘书 我们帮企业找人才 让人才找到工作 这是我们促进就业方案的一个基本精神 去年经济部举办创造就业贡献奖 就是用来表扬像他们这些雇用人多的企业 那么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心路历程跟成功的心得 总统还有赖竹明还有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德意中华的陈秀卿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创业的心路历程 其实我非常感谢这个政府还有我的同仁 其实我一开始是以5000块创业在高雄夜市卖乳味 但是因为在夜市成婚颠倒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对孩子的教育很不好 我就思考如何转型 那在这个当中呢 刚好因为我们农委会举办一系列辅导农村青年第二专场的训练 那我先生因为是农村青年 那这个农委委会一系列的课程上完之后呢 刚好遇到我们外贸协会 还有农委会还有高雄县政府当时刚好想要把我们台湾的 一箱一特产的产品销到海外去 所以我们参加了2002年的香港跟新加坡的美食展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台湾卤制的铁蛋 然后卖到香港新加坡 那也外销30几个国家 这些都是因为有政府的资源才让我有敢聘用这么多的员工 所以我今天也当面跟马总统说谢谢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么好的一个政策 来让我这个路边摊这样子一路走来 那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照顾这么多的员工 所以 我听说你聘的员工啊 有很多是单亲的妈妈跟中高龄这个原来失业的人 对 那我觉得说因为我们规模不大 如果有人愿意来上班就很好了 所以早期我的员工就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比较弱势的 家有一些单亲的 真的不错 但我们一方面需要有雄心的这个企业 二方面也需要有这个适当的政府官员来替他提供服务 赖竹敏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我记得以前信隆海啸的时候 那个邱沪院长是一个经济召集小组 召集人 然后他找我们开会就四点钟来开会 开到六点 然后他告诉我说 告诉我们说八点再来 因为他六点钟还有行程 那我们八点开开到十点 然后他就说 这里就开到这边 我们以为要结束 他说没有 移到我的官邸我们自己去开 这是我们中央部会 中央也好 地方也好 或者是基层的服务员也好 就业服务员也好 大家都在来做这种工作 那么我们知道 从开始推动促进就业 从97年到98年 一共协助了到99年底 25万6千多人 失业率也从6.13%降到4.67% 那这当然是很值得肯定的 但是像立即上工这种计划 外面还是有一些声音 说这都是短期工作 说六个月就没有了 是不是真的这样 是我想跟总统报告 就是说立即上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即使美国的AIT都来问我们说 立即上工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的这个方案 事实上是补助给真正一个工作 一个工作 那从我们执行下来 大概有7万多人得到协助 到了99年底 我们经过我们的统计 还有70%的人留在职场上 那百分之几是多少 大概5万2千多人 还留在职场上 这个比起一般的职场 正常的进出 事实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成效是非常好的 不像外面人讲 都是一个短期的工作 所以说实际上 他去了之后 绝大部分都留下来了 绝大部分都留下来了 都变成长期工作 是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我觉得外界可能是有些误会 对 那么从你雇佣者来看 雇佣的人他们离职率高不高 不高 因为其实我们在雇佣这些人员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会说 只用半年就不要用 因为我们培养人员是长期性的 那这个人员 他如果在公司适应的话 他绝对不会离开 而且我们也不会说 把训练半年的人员就不要用 对 在你们来看 职场上是求职的多 还是求财的多 目前来讲是求财的多 就我们老委会的整个资料库来看 现在还有15万笔的求财的机会 还没有人用到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 大家一起来努力 看看有哪些人找不到工作 到底原因是怎么样 我们加强来做媒合的工作 那求财超过求职就表示 他们找不到他们要的人 对 那这些没有特定的人就表示说 是不是我们的教育训练 都还有改进的空间 换句话说 我们的教育没有完全配合我们社会的需要 是 这部分其实可以从民众的求职的心态 还有技能的加强来做处理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执行中心 总统已经看过执行中心 事实上有非常好的执行中心 可以来协助大家来培养他的技能 那可以跟市场上做match 那找到工作就容易 就是我们有补助工资 今天这些职员是不是还能够继续被雇用 就是期满以后 事实上大部分的雇用 就是说期满以后都被雇用 刚刚我们看了立即上工 事实上是一个符合劳基法的雇用 雇用的一个规定 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刚刚看到立即上工 不只是立即上工就会起洋也是一样 通通就是说 他在这个职场上雇用了以后 虽然厂商拿到了可能是六个月 或者是一年的补助 可是大部分人都会继续留下来做 即使他要离开的话 他也要符合劳基法的规范 绝对不像外界所说的 这个短期的工作 董事长 你雇用人里面有哪些 你感觉到印象特别深刻的 其实我的同仁里面 大部分都是中高龄 然后有一位那个陈春丑 是我觉得可以跟总统分享的 因为这一个同仁 他先生在12年前因为车祸 结果半身瘫痪 而且丧失那个智力 那当时他的孩子才国小六年级 跟国中一年级 他白天是要照顾他先生 那晚上孩子下课的照顾爸爸 他才去做那个大夜班的工作 可是因为这样长期下来的压力 让他变成生病 然后原来的公司是做卫生纸的 因为景气不好又倒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根本找不到工作 那刚好我们立即上工 我们钢山就业服务站 有把这个讯息告诉他 然后带着他来到我们公司 那我觉得说他刚开始来的时候 是非常忧愁的 可是来到这边发现 这里有很多 其实他也一样跟他是 就是不是都一样很辛苦的 处境相同 处境相同的 他就觉得说 其实这样子没有什么 然后一群妇女朋友大家互相扶持 所以他现在就变得很快乐 那现在他的孩子已经考上 中央大学的研究所即将毕业了 这是我也为我的同仁感到非常的光荣 虽然他们都这么辛苦 可是他们对孩子的教育都非常好 我们里面虽然都是中高龄 然后都是那种单亲家庭 可是有的孩子是台大支管的 有中央研究所的 有台北师大的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做法 那是确确实实的创造工作的机会 我们很谢谢陈董事长跟赖主命 我们要走的路还蛮长 毕竟还有五十多万人失业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一年当中 能够再大幅的降低失业率 增加更多的工作机会 让大家都能够分享 经济成长的果实 非常谢谢陈董事长 谢谢 谢谢赖主命 加油